上一半指数都是下跌的 一个跌了0.36% 一个跌了0.88% 本周大概率会形成结构 上周呢是 驻底部结构的 前提条件动化 六个指数全动化 并且120也有动化 所以指数之间的协调性和周期之间的协调性 是好于12月的低点 好于12月的低点 但是最终形成结构的时候呢 在12月份低点 也就是第二次注底 第一次注底空间相差不会特别大 它们两个呢 空间相差不大 那无非就是时间上的 差异 也就代表了我们在一开始就说 会有一定的持股压力 但是压力不大 等到第二次底部结构形成 我们可以跟第一次底部结构形成 进行对比一下 你看空间差异到底多少 现在呢没有形成 先不急 先不急 但是从序列的角度来讲 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本周大概率是形成的 从序列的角度来讲 序列的底点应该是在下周 好请看 周线 目前序列是8 下周是低9 但是9 大概率是形成的 因为5是在高位 这个日线的序列不一定形成 不一定形成 比他今天是8 对吧 比他现在是8 但是 5是在第一位 明天只有3 跌才形成9 明天如果不跌 就没有9 但是你看这周线 周线不一样 5是在高位 所以周线大概率是有9 然后呢 月线也是大概率有9的 看月线啊 5也是在高位 当然了 现在目前看 5这个位置是很高 月初的时候 对吧 往下长一点点 序列就重排了 所以如果序列重排 相当于月线的序列就没了 四个指数有 月线的序列 只剩下创业半指数有了 其他的三个指数就都没了 所以呢 就是说对于1月份 我当初12月底点 给大家建议买入之后 对于1月份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预期不要太高 假如会1月份大涨 序列就没了 第二 要相信最坏的时间 时期已经过去 我们相当于在8的 下一线的位置上买入的 那你从上站指数的角度来讲 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买入的 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地方是吧 空间相差很小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很小 所以之前是下跌的 之前是下跌的 现在是横着的 所以最坏的时间段已经过去 但是呢 我们不能排除 它是二次度底的可能性 如果是涨的话 近来也是温和的上涨 因为如果快速的上升 1月份出现 出现6%以上的阳线 去银排了 所以我们12月底 对于月份是这样的判断 但是1月份只要过去 月线的序列写死 2月份就没有限制 所以1月份过去之后 对于2月3月4月 我们可以高调一点 可以尽情的畅想一点 能理解的单一 老车的上涨 没有办法做单阳侧顶呀 单阳侧顶的那根大阳线 还没拦呢 等着吧 好吧 会有一根大阳线 阶段性最底部的单日大阳线 我们现在说的是 时空 时间范围 先放在三个半月 空间范围 等那根单日大阳线 出来 我们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行情会涨到哪里 会涨多少时间 那只是第一步 那只是第一步 由于市场创了新低 代表了 这里只是航行的初期 所以呢 整体上 对于2024年 我们还是应该是以 航行初期作为判断 它不是大牛市 但是第一波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波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预判 空间和时间的范围 但是一旦形成了第一波 就是我们比方说 判断是三个半月 它有可能走四个半月五个月 只要形成了第一波的时间范围 后面可能 两年 左右的时间的上升周期 全部都跟这个时间范围有关系 空间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第一波涨了五个月 回调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 二次回调不知道多长时间 但是三拉如果起 重点你就看五个月 如果第一波涨三个半月 第二波起 就是第二 回调之后第二波上升起 三拉三个半月起 你就看三个半月 它起到的作用 对未来的一段时间都管 都有对 就好比一个平静的水面 你放进去 一块砖头 它的第一个波 影响到后面 每一个波浪 它的级别 你扔进去一个石子 它的第一个波浪 也是影响到后面的每一个波浪的级别 能力解脱大一 你要把学老师扔进去 它的第一个波浪 后面就没有波浪了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就是 第一个 最简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目前就是反对的过程 但是低点 即便有二次读底低点 相差不大 风险不大 一月份呢 我们相对来讲保守 我们12月底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 预期不要太高 过了一月份之后 对于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 预期可以高 只要一月份过去之后 就行了 没有任何限制 好吧 现在都15号了 妈 下周就 下周周末过去之后 一月份就算 算两三天了呀 好吧 安心点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个底呀 他一复就前程的底呀 反而不夯使 反复的底 很正法 所以过程中呢 坚持住 不要被市场 或者是一部分人的言论 给你洗出去 好吧 坚持住 我现在预期高 关键的高不起来 现在不要预期高 这刚讲吧 你这 你理解能力是不是灵魂 这个月不要预期高 我们都说嘛 12月这个月 怎么说的 预期不要太高 对不对 什么这么说的 这对于月份 我们是不是这么说的 预期不要太高 但是这个月 我们对下个月的预期 预期可以高 那这两句话 你听不出来 什么意思呀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可以问 对这个月没啥预期 不跌就行 目前看月线的序列 应该问题不大 周线的序列呢 部分的指数 问题不大 是吧 但是日线结构呢 应该 等不到周线序列 形成久 可能本周大概率就会形成 什么叫高预期 比方说 你期待你自己 三岁能不尿床 五岁能自己吃饭 十八岁能自己开车 三十岁能有钱 四十岁还能有钱 五十岁还能有钱 六十岁还能有钱 七十岁还能开车 八十岁还能自己吃饭 九十岁还能不尿床 一百岁照片还没挂闪了 三百岁照片还在厂上挂 这就是高预期 可是我们说 对二月份以后的行情 可以预期高一点 连续的上升 是一种高预期 但是百分之五以上的 太阳线出现 也是一种高预期 一月份就算了 为什么就算了 你看 这一月份 就是我们一直说 这里判断大笔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中有一条 是月线的序列 一月份如果大涨 序列就没了 那你判断大笔的这种 判断基础 就少了一个重要的要素 能理解吧 这是说一月份 预期不要太高 好吧 所以它如果涨了 反而长钱是少长钱了 就等着吧 所以一分可以涨 就是我们12月底 那个低点判断之后 就一分可以涨 但是不要大涨 大涨 一个月涨6%算多吗 12月底那几天 就涨了4% 所以一个月涨6% 两天涨4% 一个月涨6%算多吗 对吧 算了一周 三月份就跌6% 对 那不也是因为 它之前涨了吗 12月底之前的涨 对吧 咱也不是追高买 逢底买的 所以冰冻三尺 这一日之喊的意思就是 这个底 长时间的弱势之后 多头没信心 这个底就需要反复 需要反复 耐心一点 所以最佳的底点 下周是最好的 但是本周 我估计可能结构就形成了 本周 但是最好是出现在下周 下周周见的序列第9 日线结构形成 月线也是在末期 就稳定性就很好 但是本周如果出现 日线结构呢 搞不好还有个三次 第三次日线结构 好不好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如果本周出现日线结构 尤其是在这一天 本周初出现日线结构 那你周线的地点 是在下周的下半周 那这中间就 至少有18天的时间 那搞不好 也会有三次结构的 但是交易的逻辑上 不是这样的 交易的逻辑上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第一次结构的时候 你就要决断买还是不买 你甭管第二次有没有 第二次有 无非就是扛过去 二次结构和一次结构 空间差距不大 空间差距不大 扛过去的风险就不大 但是如果后面没有 二次结构三次结构 你说你等二次结构三次结构 就踏通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 衡量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之后 以后过去 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吧 在一次结构形成的时候 基本不要等二次三次 有的话就扛过去 没有的话 那就一次结构了 好多地方就是一次结构 不给你二次三次的 所以买入之后 如果行情出现了鬼落 这也是属于正常的 不能说鬼落了 买入就错了 买入的逻辑 它是之前定的 他不因为行情后面的涨跌 而把前面的逻辑全推翻 对不对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不 能理解的大意义 前面我们说为什么买 因为一条二次三条四条五条 后面一跌了 前面就全推翻了 这个买就不对 这什么呀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就是别太紧张 当轻松 越不把股票当回事 就越好度过这里 你越是紧张 越是焦虑 越是重视 你就越做不好 所以现在来讲 对吧 你别太紧张 每天我们就聊聊天 是吧 吃点青红牌的卤蛋 好吃不连牙 青红牌的打 咦咦咦咦咦 所以我下一秒 就轮到他了 我的问题是 有没有月线低时的预期 有 但是概率很低 因为呢 我为什么说12月 还得是底和一月份呢 如果12月底是阴线 那么12月底是有可能住底的 因为月线出现在第8 也是在范围之内 如果12月份是阳线 我们就不能买 因为1月份如果不是阴线的话 序列就会出现在7 但是序列只能在8 910三个数字 不能在7 所以12月份是因为阴线 在月底 形成日线结构 我们才买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但是12月份 一个是9 其他的三个指数是8 这可以 1月份一个是10 10也在范围 其他条件是9 其他的指数是9 这也可以 但是假如说 到2月份是底点 那么 创业版指数的序列 月线序列就失效了 所以大概率会在12月份和1月份 12月份和1月份 12月份一个第9 1月份三个第9 所以这两个月呢 其实1月份的概率更大 可是呢 我们不能去 注意啊 我们不能去 在所有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 我们还不出手 咱们去等1月份 正常的正规的正确的做法 就是12地我们买入 1月份有底点扛过去 确保万物一时 能理解吧 这是思维逻辑问题 所以我们12分底点 对1月份就说了 预期不要太高 那这种多二次 比的这种概率 也提前说了 是有的 住就住呗 等着呗 好吧 等着啊 第一波 这波是要好好做的 第一波 不太小 不太小 怎么也在这个月 是要好好做的 今天上半年的机会呢 是第一波 下半年应该还有一次机会 我们去年判断的行情 如果是牛市初期的话呢 判断是这样的啊 第一波上升之后回落 然后年纪再上升 对吧 整体涨幅不到 今年就把去年的那个判断 等起挪过来就行了 反正是判断是 2023年是牛市初期 结果呢 继续下跌对吧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2024年 因为它第一点发新了 创新第一了 那2024年就变成牛市初期了 初期的行情来讲呢 不要 整体来讲也不要预期太高 今天我认为没有太大的行情 好吧 对那就是年初一波 然后回落 年末一波 初步定 那这些行情走的不一样 你不要埋怨 就只是初步有一个大概的说法 因为初期来讲都是这样的嘛 都是这样的吧 然后我们研究了 6124 1664 然后998 然后2014年 对吧 起次重要的地点 第一波之后 就是第一波 航空出息的时候都很慢 没有可能快 都很慢 很仁门人的 但是呢 它不是下跌了 底部在直见的太高 只不过就是 整体预期别太大 好吧 第一波走完之后 二浪投降之后 那不就是它是三了吗 三是可以预期大一点的 三浪是可以预期大一点 我们说二月 三月四月 可以预期大一点 这只是第一波上升 过上它整体的预期 还不要太高 然后回落之后 第二波再起的时候 就可以预期大了 第一波争取回本 希望算高不老师 嗯 你打算300岁照片 还不挂墙上 你说一去算高不 听懂吗 凭啥呀 跌了这么多 然后第一波你就要回本 跌了好几年 第一波就往发跃 好几年的下去 发跃也会玩 凭啥呀 是不是 还有什么问题吗 路的一步一步走 咱们做交易的 是吧 还是要脚踏实地的 理性客观的 从概率的角度来讲 第一波都不快 也不大 不浪理论 我们去听那个系统课 爱雷特格浪理论 对一浪和二浪 是怎么描述的 因为二浪的回撤 还是比较大 时间呢 很长 让很多人误以为 熊市没有结束 爱雷特老先生就这么说的 那假如一浪很大的话 二浪就怎么跌 他也不认为熊市没有结束 对吧 所以一浪肯定是不大的 所以二浪才会让人 误以为熊市没有结束 然后到三浪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到鼎盛时期了 因此呢 就是说 今年的第一波行情呢 总体来讲 时间空间不会特别的大 不会特别大 20%就不错了 当然还一步的 三个大阳线的出现 现在还没出现 你就想了 未来会有的 然后再去定空间 我们可以先定时间 先定时间是因为过去 几波行情的第一波 差不多都是三个半月 包括19年那一波 是吧 19年那一波不到三个半月 是三个月零几天 之前呢 可能968 三个半月 反正就是差不多三个半月吧 我们先有一个 时间的大概范围 这个范围不会精确 大概范围 但是呢 它起到的作用呢 就是说 你有一个大概的范围之内 你不会 这个大概范围是有好处的 比方说空间 我们有个大概范围 时间有个大概范围 你不会因为一天的涨 然后就把它卖了 它会起到一个尺子的作用 只有到这个范围之内 你再考虑是不是要减藏 其他的你就持股就行了 好吧 不得讲了啊 16点01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1月份我们争取安全度过 然后尽可期待2月份 3月份 4月份 谢谢大家 咱们今天的课程结束 咱们明天再见